第四题 小安以甲乙丙三个不同的蛋白做小角度的蛋白摆动实验 结果如右图所示 则对甲乙丙三个蛋白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确 选项都是问周期 周期就是摆动一次所需要花的时间 所以相同的摆动次数如果花的时间越久 就代表周期就越大 从图上可以看到 相同的摆动次数 丙的花的时间最久 甲花的时间最短 所以甲的周期最小 丙的周期最大 因此第四题问我们说 则对甲乙丙三个蛋白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丙的周期最大